2023年就完結了 同樣地 Stream A Stream B 的申請也接近尾聲 如果大家因爲某些原因趕不及乘搭尾班車的話 怎樣好呢? 就有什麼經濟實惠的移民項目 是可以幫助你移民加拿大呢? 今集一一告訴大家 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最新的移民資訊就會通知大家 我們最近收到很多查詢都是關於去加拿大讀書的 因為大家都希望趕著在2024年9月前開學 接著在加拿大讀兩年書 就在2026年8月31日前畢業 就在2026年8月31日前畢業 並且提交了Stream A的永久居民申請 那就搞定了 但某些朋友可能因爲某些原因 個人理由或者特殊原因 就沒辦法在2024年9月前開學 亦有些人因爲讀書很困難 或者學分數不足 就導致他們沒辦法在2026年8月31日前畢業 那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呢? 當然有啦 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第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可以拿到學生簽證 而你的配偶又成功拿到 Spouse Open Work Permit 只要你的配偶在加拿大工作 而在2026年8月31日前 儲夠1560小時的工時的話 他就可以通過Stream B 來申請移民加拿大了 第二個方法就是 通過一些省提名計劃 裏面的國際留學生計劃 只要你收讀一些指定大學的課程 那你就可以通過P&P加EE 即使是省提名計劃的快速通道來移民加拿大 例如是BC省提名計劃裏面的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tream Manitoba省提名裏面的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eam 或者其他的省提名計劃 都有相類似的項目 我覺得總有一個適合你的 如果想知道簡單的詳情的話 可以看回我第36集的移民資多些 另外也有些朋友希望通過 Public Policy Open World Permit for Hong Kong Recents Graduates 去加拿大工作 然後通過Stream B 來申請成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但不是人人都符合Public Policy 那個學歷要求 又或者拿到相關的學歷要求 又是因為涉嫌假學歷 而拿不到工作簽證 甚至乎打亂了他們的移民計劃 但大家不用心灰意冷 因為還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第一點 不需要多說 其實如果你的英語水平足夠 又有足夠的時間 當然去加拿大讀書 跟著行Stream A 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第二點 如果你不想讀書 你就可以通過LMIA 這個申請方法 來取得工作簽證 去加拿大做了一年工作之後 你就可以通過Stream B 來留下來在加拿大 大家可以看回移民資多些 第37集有關LMIA的介紹 第三點 就是你可以申請一些有工作簽證的移民項目 拿到工作簽證之後 當然你必須要去加拿大 履行這個移民項目的承諾 但根據法例 持有工作簽證的人士 就可以合法在加拿大工作 只要你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 儲夠1560小時工作 並且符合Stream B其他的要求 你就可以通過Stream B 來申請成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例如省提名計劃 或者初葬占證計劃 其實這些移民計劃的成本 可能跟讀書差不多 其實一個移民申請 我都承認有很多灰色的地帶 只要你掌握到法律的原則 合法的途徑去申請加拿大移民的話 你的申請就會穩陣很多 最後我想再次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用一些旁門左道的方法 想著移民去加拿大 因為大部分的騙子掌握著你想 通過一些快捷的途徑或者捷徑 就可以移民了 令你想當 騙了你的錢 如果大家對今集的節目內容 有什麼問題或者意見的話 記得在留言 我一有時間就會回覆大家 記得CLS我們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託